剛才也特別提到這個銀行股 有朋友心疑香港的銀行股 5號匯控今季會不會升到50元 你覺得如果有些朋友比較少參與美股 你剛才也看好銀行股都必須持有的 匯控你覺得是否一個好選擇 可以的 因為雖則匯控有很多問題 那些就不用說了 因為那些可以趕緊今集的 那些不特別的 雖然是這樣 但是整體來說始終在香港 叫做國際金融股對美聯儲的息口 關係比較直接 都是只有它和渣打的 而渣打本身因為墊太多新興市場 驗號就正如前面說 都不是太好的 就是我們看法不是太好的 變成了剩下的就是匯控 不過匯控的做法可能低級會好一點 當然如果你說完全沒有貨 那你現在買低 我覺得都無不可的 因為正如剛才說 應該第一季前都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大家都想著都是加息的 不知道3月還是5月而已 是 變成了就應該都會繼續 會慢慢上升 那50元我想都有 都可以的 應該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看就看得保守一點 因為金融股是行得慢 是 你不要想著好像科技股一樣 是 就可能是希望第一季尾 如果你說50元的話